说起周杰伦,想必大家都是不陌生的,周杰伦在华语乐坛中是有很大的影响力的。 周杰伦一统华语乐坛很多年,从2000的时候,华语乐坛便是周杰伦的天下了。 四大天王都不及周杰伦的影响力大,周杰伦改变了华语乐坛的流行方向,是一位划时代的音乐人,做词尤其是作曲能力,属于乐坛顶尖周杰伦不但红遍亚洲,就算国际上也被认可,外媒把周评委中国的麦克尔杰克选,或者中国猫王,世界十大鬼才音乐人,周杰伦在国内的影响力,就更不用多说了,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。 演唱会去的小城市,都要连开两天坐无虚席,可见粉丝数之庞大,好几首歌曲被写进了教材,青花词就是最好的代表,已经被学生们广为传唱了。 周杰伦,当时随心创作的一首《爱在西元前》,更是被当作了高考题目,这是很多歌手都没有过的经历,但是周杰伦做到了,周杰伦有。 这已经可以充分说明周杰伦的影响力和实力是有多大多强了,周杰伦四次参加春晚港台音乐人之最,十六座金曲奖,也是金曲奖记录保持者。 此外还有周杰伦日,有以周杰伦名名的小行星,这些都是影响力的表现网上的一句话概括,就是十年陈奕迅,百年张学友。